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来看看昨天观众朋友们都给我们留了一个什么言 其实第一个言呢就是我俩看完都挺高兴的一个言吧 对对我还蛮开心的 蛮开心的那你来读读吧 OK这个台最大的优点就是主持人的形象比较养眼 这一方面玩爆大多数政治自媒体 我们的那个目标的话不是光玩爆政治自媒体 没错希望其实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新闻内容 因为我们真的花了还蛮多时间还有经历去写这些东西 对大家一定要忽略我们的美貌 对没错完全看不见我们 对那个注重在我们的才华方 我们的外形其实一直是在被批评的 对我就想说哎呀终于有个明白人了 因为你知道我们其实收到的都是被骂的 这是第一个呀大概上 对对对对对 那个叫什么我们才收到那个另外一个在Facebook上的那个po文 他说什么我就凭你们这个样子还要别人姓主啊 你们长这个样子还怎样怎样怎样 就把我们说的跟妖魔鬼怪一样这个样子 可能就是呃我长的比较秀气 然后又戴耳环之类的吧 那或者是长头歪之类的反正就是这些会冒犯了很多人哈 反正就是呃我觉得呃我们做自己然后我其实不知道说什么 没有我觉得就是说做这个东西呢就是主要是长相让大家看着顺眼就行啊 慢慢静静的不要脏兮兮的对就不要脏兮兮的然后让大家看着顺眼就好对 做人就是这样就是不要看起来脏兮兮的对 其实这个是要达到好看的好像是第一步吧 就是首先要把自己变得干净起来对 然后呃就是至少整理一下自己不要变得弄得很奇怪 我觉得现在很多男生追不到女生哈对这你对这一点很有感触是不是 因为在你身边应该是有很多就是大龄还找不到对象的人 比如我对那你是不一样你是因为太聪明了 然后男生跟你就就比较有距离啊是吧 对很多男生是因为他们自己很没有自信 然后他们自己都看不关自己 但他们就喜欢找正妹因为他现在要找正妹太简单了 A片里面全部都是正妹然后呢节目上也都是正妹 然后呢也都在promote那种哦你只要有钱你就可以拔到正妹 其实正妹看的不是你有多有钱啊那些东西 其实很多女生看的是你的自信还有各方面的 所以说真的建议男生不管你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样子 但是你的自信然后还有你的这个至少看起来干净 只有你喜欢你自己的时候女生才会喜欢你 所以说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啊所以就是没找到那个对象的男生啊 如果要是想去追女生其实要把握两点 一个就是先把自己打扮得干净起来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树立自信 这个的确是蛮吸引人的啦 作为男生来讲的话 一个自信男生是很会吸引女生去关注他们的 好来我们来看看那个第二个朋友哈 第二个朋友针对你昨天做这一集节目哈 然后这朋友说说这集替川普护航有点过头了哦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70岁以上老人打实验真剂更容易死好吗 很多人会这样讲 但是他们没有数据back up 那这边数据的话我简单的给一个数据就是在佛州那个地方 佛州是全美老人最多的地方 但是他们就是一开始先让老人先去打疫苗 所以他们的死亡率其实是跟加州这边差不多的 还有得病的那个率 然后他们的疫情也稳定 不像加州这个人家 加州这个人家还在 我们还在每一个在那边戴口罩 然后怎样在一天到那边封城之类的 所以说以数据来看的话 老人打疫苗是非常有帮助的 不是说疫苗就是好像就是川普做了个毒药 然后呢全部拿来给民主党的人打 这个逻辑有点白痴 而且现在其实你说所有的政客来讲 包括像那个佛州的州长 德州的州长 川普等等等等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反对疫苗的 他们所有持的观点就是说 打疫苗是自由 你认为这个对你好你就去打 如果你要是认为这个对你不好 你不想打的话 你完全有自由可以去做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现在大家一直呼吁的 就是说不要强制疫苗 是这样子而已 而不是反疫苗 现在这些政治人物没看到有什么人是反疫苗的 对那我没有打疫苗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疫苗 我觉得我就算得病了 我死亡率也是很低 然后我治愈率是很高的 那我也没有呼吁别人说 你千万不要打疫苗或是怎样 虽然很多的观众希望我们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说你一定要站出来说你基督徒就是要拒绝疫苗 我不是这个样子的人 而且这个也不是我的事情 打不打疫苗真的是你的事情 但是我绝对拒绝的就是疫苗护照 就跟我昨天说的那个一样 打不打是你的隐私 那你的隐私你要 你就是要守住你自己的隐私 这东西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你知道我有打疫苗对你没有任何帮助 我没有打疫苗对你也没有任何的坏处 但是这个东西这一切就只是一个政府的一个 statistic 有多少人服从他而已 所以说这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川普在说的东西 川普其实一开始就是支持疫苗了 他一开始就是督促这些公司制造出疫苗 赶快做出来 所以他是一手把疫苗做出来的第一个人 但是他从来就没有强制过疫苗 而且他反对强制疫苗 他觉得疫苗在这个地方 你要打的话你就可以打 不想打的话就不要打 他也知道说这个疫苗其实没有经过多长的测试时间 而且没有任何的长期的附作用的这个东西 所以他也不是在说疫苗绝对不会有事 我虽然看到很多人就是Jane Saki有转发他的推文 说什么前总统川普说疫苗绝对不会有事 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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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说This is a very good thing 然后你要觉得自己很骄傲 因为我们的关系我们产出了这个疫苗 所以他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选择嘛 对 就是说因为刚开始疫苗 其实出来就是给老年人设计的 因为年轻人不太需要去打这个东西 一开始我们不知道这个病毒是什么病毒 对 然后所有的那个数据也在那个地方 只说一天到晚有人是什么样的人死不知道 所有数据都不存在 我们只能从中国大陆 然后还有其他什么印度那些拿到数据 然后美国这边爆发了之后呢 才开始建立这些数据 然后才开始分年凌晨这些东西 再这样一个一个记录 所以说 医到现在这个东西 疫苗不是一个必要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你有选择你可以去打疫苗 可以去不打疫苗 然后我没有说我要百分之百支持川普 然后帮川普顾行之类的 我记得我是还蛮少数的这个 一开始如果说川普做错 然后我会说他到底在干嘛的人 对因为没太多人敢讲了 其实如果你要是看所有的这些自媒体什么 他们很多都是就是挺川 就一路挺到底的 你只要一说川普怎样 你看到他们就 你上次说林伍德 我已经很包容你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看法啊 那川普这个是他自己做出的一个健康的选择 你说他是打了疫苗也好 他是打了 booster也好 他是到现在就是full vaccinated也好 怎么怎么样 这是他自己做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说 为了他给他自己的身体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 然后我们对他去批评或者怎么怎么样 没有啊 他就说这个东西就在呢 你要打你就去打 你不打你就不打 就像我们就是不打 第三个狗狗早20年前就直入晶片了 我用两条腿走路 我拒绝那些上等白人精英爱直入晶片的请便 对所以这个东西也是 你说未来如果这个直入晶片这个东西 真的是变得说遍地开花 然后大家都去执 那没办法 这也是你选择 你要执你就去执吧 没有啊 就是你要跟政府低头 你要把你收个隐私给政府的话 你就去弄吧 对 我那天的这个影片里面 弄出来的东西是NFC嘛 嗯 其实NFC它的容量 还有各方面是小的 所以说没什么用 它只是连到一个网站 然后把你的数据打进去而已 所以说 呃 很多人说那是不是就是受印 我觉得受印 应该要比那个东西强很多才对 就是它是可以发送讯号之类的 嗯 那NFC的话 你又要非常近的才能 才可以去碰 或者什么之类的 所以说 呃 我个人认为就是 还不算是 受印啦 只是 可以打东西在里面 那么 那么 未来会怎样 就是未来会不会有这个瑞士这个国家 就是说 哦 我们要求 进来我们国家的人都要打晶片 或者是怎么样子 那个就是会比较 类似像受印的这个东西 然后你在哪里 你会被这个 track 然后呢 你还不用换电池 你的身体的这个血液 还有各个方面的会帮这个东西充电 还有里面放个什么 水利发电机 在你的血管里面跑之类的 I don't know 但是我们要强调的 真的就是跟这个人讲的一样 就是 植入晶片这个东西 绝对是个错误 你说疫苗打进身体 或许是对你还有好 或许对你有害 或许怎样都不知道 晶片是绝对是有害的 你把一个义务 一个对你身体 完全没有任何营养帮助的东西 打到身体 就绝对是个不好的东西 所以说 你现在看到很多东西 Elon Musk也在 那种那个什么 这个 大脑的那个晶片 对 现在在拿猪做实验的 对 你想想看 如果说你到时候 你要吃饭 你要做什么东西 他就 就一根针这样的 插在你这个地方 一直给你 灌那些什么喂食的东西 然后你的那个大脑晶片 就给你发送 endorphin那些东西 哇 你好像吃到巧克力 你好像吃到牛 所以你知道 其实最怕的 就是这种东西 以后跟 元宇宙的那个 VR的那些东西 结合起来 对 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对 现在他们就可以 这样子控制你了 有元宇宙 还有各方面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样可以控制 到时候元宇宙 你以后 上班都要去上面上 你明天在家里躺着 然后去那边上班 你就躺着那个脑袋里面 打着那个晶片 这边插着一个食物 你就在那躺着就行了 你不用休息 你就一直躺在那个地方 然后你的脑就一直在那边 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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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 你该打的时候就打 你想打就打 你不想打就不要打 晶片这东西 你打了 真的就是把你自己给出去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接下来还是依旧为大家送上 夕阳豪杰爱神州 这一个系列的动画片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说 哎呀 这些宣教士 真的 真的是因为神的爱 他们在中国当年那个环境里面 才能够一时坚持的 给中国人民来服务 真的让我感觉到太感动了 每一个故事都让我感觉好感动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今天出场的这些人物 他们为中国都付出了什么 好呢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菩莉莎 我是依旋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在一个严寒的冬天 天空飘着小雪花 苍茫的大地上 有一双孤独的脚印 踏在厚厚的雪地里 正在一步两步的满山前行 贾桂安发现夜色即将笼罩 灰茫茫的前方 看不见人烟与村落 还要走多久才能到达 贾桂安从年轻时 离向背景来到中国 在他马不停蹄的宣教旅途上 充满死亡与孤单的威胁 这次行程 残酷的天气 心中的孤疾 几乎将他击倒 因为在不久前 一位常与贾桂安 结伴同行的年轻宣教士 不幸被盗匪杀害身亡 想到那些已经为主殉道的同伴们 贾桂安悲伤的眼泪 大颗大颗地滑落下来 包括天真可爱的维拉 年仅五岁的她 没能逃过1900年 义和团事件的劫难 患病而死 在那次严重的危机里 贾桂安也险些丧命 她与维拉的父母 亲戚连宣教士 一家四口 被仇视西方人的义和团抓到 五个人被毒打到 鼻青连肿 鲜血淋淋 还被强推着游街示众 你们西洋人的上帝 这个时候在哪儿啊 被五花大榜的宣教士五人蹲着 后面站着一和团人 不断地嘲笑他们 贾桂安狼狈不堪 脸上流着血 她心中想起一句圣经的话 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 万人扑倒在你右边 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她看到围观的人群中 有亲事也有同情的眼光 大家不要害怕 我们也不惧怕 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有一次 他们五个人又被义和团抓到 又被毒打一顿 贾桂安像猪狗一样的 被绑掉起来 推向自己离死亡不远了 没想到 猪兵来了 义和团的人全部都逃命去了 现在你们安全了 贾桂安和同伴一家 立刻被释放 脱离死亡威胁 但小维拉已经奄奄一袭 妈妈 我已经将自己的生命 交给主耶稣了 阿姨 你和我的爸妈 都还会再回到中国吧 我们将来会再见面 是吧 在义和团的逼迫和逃难的艰险中 五岁的维拉 不幸罹患立即而死 经历义和团事件的危险和挑战 并没有使贾桂安放弃 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心智 1901年 贾桂安三十岁 他勇敢地再度踏上中国土地 贾桂安在中国全心投入 妇女的关怀工作 特别是农村妇女 她们身居简出 一辈子就埋在阴暗的厨房 与生育佳绩的劳碌中度过 贾桂安陪伴他们 在赛鼓场工作 跟着他们进入 被油烟熏黑的阴暗厨房 聆听他们的心声 不厌其烦地教他们试字 唱诗歌与祷告 有将近十五年的时间 贾桂安马不停蹄地 行走在中国的大地上 以一个弱女子不让须眉的足迹 走过十五个省份 总共两万多英里的路程 足以绕地球一圈还有余 她总共讲过一百八十三场的步道会 大约共有五千多位中国妇女 透过她所传递的耶稣基督福音 生命焕然一新 也影响了他们的家庭与儿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